除了基盤農技店以外 关乎当时也在会到的隔壁 基盤第八戒的后卫毛巾借 超过80天的日子 来买到毛巾以及胖子相关的产品 让大家有机会来了解到 台湾胖子散役的好品质和技术 2020第八戒 母卫房清洁 正式台湾 后卫毛巾散役是非常地名 今天在后卫国体地震区 基盤第八戒的后卫毛巾借 我当时相当劳热 比起翁年仅够了30多台也得进出 今年度的我们毛巾的摊位 超过以往 以往大概50摊 今年大概80摊 可见去年的成绩 让大家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们也看到毛巾业者 这几年来精益求精 不断的求进步 能够打国际杯 推进到国际的市场 针对毛巾这个行业 我们定义是打一个团体战 对这处结合到农资战 創造到有更大的伤势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毛巾业者 贪污资 可以收到更大的招招 这是我们一定努力的目标 透过这块毛巾坐的外面 民众不但可以来家够买 需要的民间産品 竟然让亚贼给了参团行销的机会 过来没有同样的産品 都是亚贼推出一定的 好品这个东西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活动 非常的丰富 感觉很好玩很有趣 要来参观的人 那个停车方便 然后这边又桌边的话 那个毛巾的产品又多 然后桌边又有那个美食区 所以说相辅相辅相当的好 好像够好 够好 对 够好 有需要继续来参加 继续去做吗 有 一定会继续参加 有 很好 对啊 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品质的东西 像有一些很大的厂商 都来找我们帮他做客制的 很多很多 对 谢谢你 台湾无论是毛巾 也是胖一三叶 都是最多出色 包括机械银井 丸料品井 都让人家有信心 希望让台湾最好的 胖一三叶 推销到国座 这个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体验到 我们台湾毛巾的这个优质 尤其我们政府工部门 像纺织手或者经济部 一再推动我们 MIT优质商品的毛巾 在我们工协会 大家厂商的努力 技术的提升 设备的提升 那在这方面 我们绝对有信心 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行销出去 毛巾这自相实在开始 练习基板三天 有幸福的民众 就要把他的机会 充实相实家企 也太多了 没有爱的旧民间罗 记者 郑怡婷 彩虹报道